《海肥王》954集,日和宋颜魔,看吧索隆高兴的!时间果实是用效果曝光。 《海肥王》动漫最新的954集终于更新了,剧情方面一如季陕地推进,但有几个小点很值得注意。 下面,一起看看吧!日和宋颜魔,看吧索隆高兴的! 本画中,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日和虚诺索隆研磨。 街上一画剧情,索隆一路狂追抢走自己秋水的牛鬼丸,但死活没追上。 看到索隆对秋水如此执着,但这把刀又是国宝树部外送,于是日和便舍己为人送出了自己从附近处继承而来的研磨。 当然,索隆也不是好糊弄的,有什么刀能比自己的秋水更好呢?想随便拿一把刀糊弄我,那是不可能的。 但日和的一句话马上让索隆放心了,这是目前唯一砍伤凯多的明高。 听到这话,索隆对秋水那是只字不提,并露出满脸欣喜的邪恶笑容。 话说,眼瞅住就要过年了。日和美之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索隆,怕是别有所图吧。 从索隆的表情也能看出来,他对即将到手的研磨相当期待,毕竟这可是砍伤了凯多的刀,要是自己能用这刀罢凯多安排了,世界第一剑好什么还不是手到擒来。 虽然目前很多猜测都说索隆会对决奎因、劲之类的大看板,但鉴于他继承了研磨,阿琪觉得最后对决凯多的众多超新星中会有索隆。 时间果实使用效果曝光,不是开传送门,而是 和之果篇章中出现了很多强大的果实,其中一颗便是石夫人的神迹时间果实,它能让人穿越时间,不断前往未来。 石夫人正是利用这颗果实的能力从八百多年前的历史空白期穿越到现时代,如果没有时间果实,色支柱这家伙根本没机会在我们面前晃悠。 自时间果实登场后,漫迷们一直很好奇这颗果实发动的效果,但漫画中并没有详细刻画。 而在本集动画中,动漫制作组为我们展现了时间果实的使用效果。 在石夫人向手下几位酒侠交代完事情后,便将除和松之外的酒侠,淘之助一起送往了未来。 只是一道晶莹剔透的光线冲天而起,随后如烟花般展放,众人被变成光送走了。 果然啊!相信光是没错的,光不但能拯救地球,还能拯救和知国。 在我们的想象中,石夫人发动时间果实的效果应该是打开一道时空门,人只要穿过这道门,就能前往任何规定时间内的未来。 根据剧情,警卫门等人是被强行送到未来的,众人不情愿,所以当初阿七觉得石夫人将时空门开在了酒侠脚下,让他们掉落其中无法反抗。 但看了954话后,明白了,原来石夫人是强行将将众人变身光线,然后一光的形式让他们穿越。M78星云的兄弟们看了之后知乎内行。 实在国,是代表达到非常棒的地球,所以他将将将其交集成这样的代表。 国内人变身光线,后有于强行将其中无法反抗。 在中央中,这些人将将其中无法反抗。 在中央中有很大篇幅都在将河松道取零后墓地刀杯的故事。 零后是何之国的一个乡,这里的人出生后便会获得一把刀,这柄刀会陪伴他的终生,死后还会作为其墓碑 为了给未来九霞们的反扑做准备,何松打算将零后牧场的墓碑刀剑全部收集起来 收集过程中,何松提到这些刀剑技术驻死者的灵魂,他们会为未来战斗的人提供buff加成 如果刀中真的存在灵魂,那可就有意思了,何之国登场的大妈和布鲁克都能指挥灵魂 戒指刀中的灵魂全部现世,完全可以组成一支灵魂部队,威力必然惊人 目前草帽方和凯多方的兵力完全不对等,但要是这些灵魂能接受布鲁克的召唤加入战斗,陆飞方的兵力数量将大大提升 虽然目前布鲁克还没有展现出召唤他人灵魂进行战斗的能力,但能力是慢慢开发的,说不定伟田老师就给安排上了呢 以上就是954话的内容,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补充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